好了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 来到我们清真教育晚上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竹江老师 我叫自由 然后本节课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 是爬取我们违品会的一个商品数据 爬取违品会的一个商品数据 然后网址的话 我现在给大家发一下 给你们发一下 可见不会爬 可见不会爬的话 那你就得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了呀 同学 然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 是Python 3.8 然后编辑器是用的PyChart 对 然后模块是使用的Request CSV 然后有些东西说 老师我用的306可不可以用的三零几三零几 对吧 可不可以不是三零八的 能不能行 最好的话是跟老师版本一样的 然后老师我用VS Code行不行 用Sublight用Spider行不行 如果说你们比较习惯用的话 那也可以 但是这里建议是跟老师一样的 防止大家因为环境或者说 编辑器的一些问题出现不一样的问题 就出现不一样的报错 好不好 就所以建议大家是统一环境的 OK吗 这是我们提前给大家做的一些 课前环境的一些讲解 然后呢 我们听课的话 有给大家几个小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听本节课的内容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 哪一行代码不清楚 哪一个操作不明白 都是可以问的 就像我们前面有同学说 老师我今天的课程能听懂吗 对吧 能不能学会 你有不懂的地方 你就问 问的话我跟你说清楚 那你是不是就学会了呢 好吧 VS Code YYDS PyChart YYDS 不接受反驳 同学 对吧 那我要跟你杠一下了 那我要杠一下了 对吧 PyChart YYDS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不要 不要跟着老师敲代码 客户可以找我们 近期老师 领取本节课的录播 然后再写代码 然后不要早退啊 不要进进出出早退 早退的话 会没有一些资料的 OK吧 VS Code 不接受反驳 咋了我大拍 拍掌 没有人帮我站脚的吗 对吧 有没有同学 帮我给拍掌 来声援一波 他们都是说 VS Code 比较好 对吧 有没有同学 给拍掌声援一下的 OK OK 是吧 好 看上去是没有 那我孤立 对吧 我对吧 孤立无援了 孤立无援了 我用拍掌 不及声援 好的呢 好的 好的 来 上课之前的话 问一下各位同学的 一个学习情况 零基础同学 给老师扣个零 然后有基础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零 看一下各位同学 学习情况 如果说零基础同学 比较多的话 那我们这节课 就讲慢一点 讲得慢一点 有基础的同学 比较多的话 就那可能我的速度 就会稍微加快一点点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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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对吧 差不多 五五开 是吧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一半的话 就失踪一下 好吧 失踪一下 稍微不快不慢的那一种 好吧 学到结束语句算不算 不算 不算 因为我们今天 如果说你只会 break的话 可能还不太够 不太够 但是没有关系 认真听讲就好了 先听思路 第一步 对吧 来 先认真听思路 先认真 诶 听思路 怎么老打十四啊 所以说我们先给大家讲的话 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思路流程 这个思路流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就跟大家强调过很多遍 这个思路流程也是爬虫最基本的一个流程 就是无论说你是爬任何网站 任何数据都是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去走的 按照这个流程走是没有问题的 它流程的话主要是分为两大块 第一个的话 就是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就是一个数据来源分析 分析的是什么 分析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可以从哪里获取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也是我们相对而言比较麻烦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布置 有些同学会有疑问 老师我为什么要去分析这个数据 我不分析它的数据从哪里来的话 你没办法实现用Python去爬下来 就像我们刚刚那位同学说的 对吧 百度地图的电话号码可不可以爬 然后我说了可见即可爬 他说看得到 不会爬 那你就要去分析一下 它这个电话号码 在哪个数据包里面有 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是要爬的什么呢 唯品会的一个商品数据 对不对 那我们就首先搜索一个口红 我们今天就不爬实话了 之前我们四位老师说 对吧 实话是我们四位老师爬的 那我就不爬了 某品会 为什么我这样子发给你们 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唯品会 唯品会的 那我们想要的数据的话 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些商品数据吧 比如说价格呀 对吧 它的原价 售价 折扣 标题 以及它的一些标签 对不对 这些可能是我们都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那我想要这些数据内容的话 我要去分析 我想要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OK吧 那怎么去分析呢 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这个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斯袜爬图不会 爬图也能爬 也能爬 也能爬 它的图片也能爬 对吧 你们别爬丝袜了 上次爬丝袜被 被有些学员说了 老师你能不能讲一点 对吧 稍微 好一点的课题 对吧 别爬丝袜了 那咱就不爬了 爬个口红吧 因为大家都用得上 它都用得上 各位 然后我们通常抓包的话 去分析数据来源 都是通过一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抓包的 那这里面 它打开的时候 是没有数据的 没有数据的 所以说我们要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点击上面这个刷新按钮 让它重新加载一遍 这是什么购物网站 唯品会 唯品会 同学们 唯品会 网络 浏览器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没有network 那你的话 就是网络调试面板 就是网络面板 如果说你是中文的话 那就是网络面板 对吧 你的浏览器是中文的话 那就是网络面板 这是两个东西 英文的话 你用谷歌浏览器的话 那就是network 对不对 像我们这个网络面板的话 也是我们通常 对吧 通常说的一个抓包的一个地方 抓包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刷新网页之后的话 相应的数据 你的元素是这个 这个才是元素 Element才是元素 network是网络面板 男的也可以用 对啊 男的也可以用啊 是的呀 因为你给你女朋友的话 你女朋友图了的话 对吧 那你每天也可能会吃一点点 会吃一点点 你送一个口红给女朋友 她其实每天也在还你一点点 所以说两个人都在用 不要担心说 所以说你们买口红的话 尽量买一些牌子比较好的 对吧 质量比较好的 毕竟自己要吃的东西 还是健康一点 质量高一点会好一些 对吧 老师真懂 对啊 我太懂了 我老懂了 所以说不要舍不得这个钱啊 都是小问题 好吧 来我们这里是不是就返回了 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包 很多 这么多数据包的话 我怎么知道 对吧 我怎么知道哪些是我们想要的呢 这里面的话就要用到我们的一个搜索工具了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搜索的 点击哪里呢 点击我们这个地方 给你们稍微注视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搜索按钮 点击之后的话 会弹出这么个玩意 会弹出这么个玩意 这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一般搜索什么呢 搜索我们想要的数据 我要的数据有哪些 它这个标题是不是我需要的 对吧 这商品标题肯定我是要的吧 我就给它直接复制过来 选中Country加C 然后呢 在这地方Country加V 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呢 它就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包 它是不是返回了一个数据包 对不对 然后点击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Response 这个地方有些同学有点懵了 慢点来 慢点来 不着急 咱们解个图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几个按钮是干嘛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 这是我们搜索的一个内容 搜索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下面给我们返回的 就是相应的一个数据包 相应的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的话 就说明我们搜索的东西 搜索的内容 来自于 这个数据包 数据包 然后我们点了之后呢 它这边是不是弹出了一个 这个玩意 那这个Response 它是什么呢 这个Response的话 它就是我们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响应数据 就说明我们要 请求之后的话 我们请求的一个URL 那请求的URL在哪里看呢 在这里面看 在Headers里面看 给你们一个个解释一下吧 Headers的话 就是我们有 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还有我们那个 请求的一个方式 还有我们请求头 都在这一个Headers里面 好吧 然后这一个 对吧 这个Play 对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 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 就在这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Preview 这个Preview的话 就是预览的一个意思 预览 预览 对吧 展示效果的 展示一个效果的 OK吧 给大家解个图 发给你们 可以讲淘宝 淘宝之前讲过 淘宝之前讲过 唯品会 唯品会 对唯品会 我们很多同学都说了 OK吧 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去 去干嘛呢 你这个图的话 你们可以留一下 你们可以自己保存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我们大家去抓包 分析的话 都是这几个按钮 是不是 我们先点一下Preview 我们点Response的话 看起来是在一行 看得不那么舒服 我们点Preview 预览一下 预览之后的话 这些数据 就可以进行一个展开 展开 对吧 这个有个Product Product 产品的意思吧 我记得 这个应该是产品的意思 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数据 就在这里面 比如说 我们第一个 Make子弹头 Make子弹头 亚光 对吧 亚光红 是不是 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标题 在这里面是有吧 然后呢 它的一个品牌名字也有 它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属性 对吧 色系是红色的 它的一个装感是水润的 是不是套窗 不是套装 对吧 试别的一个 试用的一个性别通用 对吧 男女通用 对吧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价格 在这里面也有 特卖价 然后我们是打多少则 原价是170 然后现在是116 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 都在这里面 都在这里面 但是有个问题 果然男的都可以用 对啊 果然 是的 这就是我们去分析 得到的一个数据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哦 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有多少条数据 0到49 0到49 能不能告诉我 这是有多少条商品数据呢 0到49 50吧 对不对 5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Pathom的话 都是从0开始计数的嘛 从0到49 就是50个 50个的话 但是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个商品数据 它一共 它一页的数据 一共有120个商品 它一共有100 不是1300个 是120个商品 所以说这里只有50个 是远远不够的 那老师 为什么你知道是120个呢 用最原始的方式 对吧 数一下就行了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数了 因为数的话浪费时间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知道 后面的内容 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不对 那我就复制一下 这个title 看一下 第51个商品 是在哪里 来我们直接按住 Country加F 会弹出一个搜索框 对吧 会弹出一个搜索框 来我回测一下 这是第50个 然后下面是不是有51 对不对 下面是不是有51 那我就看一下 第51个商品的 一个数据的一个约 是什么样子的 51 回车 也是这个 但是呢 它的一个数据 已经变了 这里也是0到49 它也是0到49 但是我们这个0的话 第一个数据 它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个变成什么 克拉奇 克拉奇是个牌子吗 不太清楚 对吧 变成了一个克拉奇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是 多拉限量的 一个名字了 这也是50个数据 0到49 也是50条数据 也是50条数据 对吧 说明我们这个数据 还是不够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最后的一个数据 从哪里来的 最后这里还有20条数据 我们也可以复制一下 看一看 对吧 也是在这里 然后最后的话 它是只有多少条呢 它只有0到19 是20条 对吧 0到19 一共是20条数据 从这里来对比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通过开发者工具分析 分析可得 可得 可得什么呢 一页商品 一共是120条嘛 120条数据 它是分为了三组 分为了三组内容 分别是50 50 20 50个商品 前50个商品为主 中间50个商品为主 然后最后20个商品为主 所以呢 我们要去分 区分一下 他们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 URL地址的一个差别 是什么 就是他请求的一个网址 它的一个差距在哪里 就是它的一个请求参数 有哪些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前面说了 请求参数在哪里看呀 是不是在这个 PAY里面看 点一下PAY 这个的话 就是属于它的一个 请求参数 这里请求参数 唯一不同的话 我可以几个图 给大家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这是最后的20个商品 那我们直接翻到第一 最前面那一个吧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区别在哪里 简单的对比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咱们点这个第一个 前50个商品嘛 看一下它的一个 你这样子一对比的话 我这里是没办法 给大家看得很仔细啊 但是的话 你们应该是能看得出来 它唯一不同的点 是不是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这个50个商品的话 它的一个这个ID 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很多 这20个商品的话 它只有20条 50个商品的话 它有50条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吧 我想获得这些产品 想获得这些商品的 一个数据 主要是把它的一个 商品ID 商品ID 就前50个 商品ID 为一组 传入我们这个数据包里面 传入 我们这个数据包里面 就可以得到前50个 那我们获取 中间50个商品ID的话 那我把中间50个 商品ID为一组的话 那传到这个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中间那50个的 一个商品数据了 所以这是我们通过去对比 去分析 得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去爬虫 去爬虫的话 要去分析啊 要去分析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的话 是吧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个ID 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 这个ID 我们从哪里能取到 那就是复制一个ID 我们就复制一个ID 在这里面搜索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吧 我们想要什么数据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 搜索一下 回车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 相应的一个数据包 它给我们返回了两个数据包 因为这个的话 它本 我们这个 这个商品ID 在这个URL里面嘛 所以说它有 那我们就看第一个嘛 看第一个 rank 对吧 然后再点一个preview 来我们展开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一个product 那你告诉我 0到119是多少个 是不是120 0到119个ID 看到没有 PID 这些的话 都是属于一个商品ID 0到119 那就是120个嘛 对不对 那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ID的话 就是都来自于这个月 来自于这个月 这就是我们去一步一步分析的 分析之后的话 这是第一步 我们分析得到的一个东西 它是有120个商品数据 然后分为三组 50个50 50 50 20 分为一组嘛 来第二个 每组 对吧 每个URL 对吧 地址需要的是什么呢 商品的一个ID 商品的ID 50个 前50个 前50个 ID为一组 为一组 然后中间 对吧 中间50个 50个ID为一组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最后 最后20个 20个ID为一组 这是我们分析得到的 那我们第三步的话就是 要去分析嘛 分析 去分析 我们的一个商品ID在哪里 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这样子一步一步去分析得到的 那我们得到了 知道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 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写代码的话 那应该怎么写呢 如果说我要实现 我要爬取这一页的一个数据 那我首先是吧 如果想要通过爬虫 获取这些数据 那我们要实现的话 就是第一个 首先获取 所有的一个商品ID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呢 就是获取商品ID的时候 获取了之后的话 要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分组分类 分组分类 就是前50个 切片嘛 就是我们其实说的 就是一个切片 其实就是切片 这里的话 就是要切片 前50个ID 分出来 然后中间50个 对吧 最后的一个20个 给它分出来 那第三步的话 把这些ID 传入 传入我们找到的一个商品数据包 商品数据包里面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数据了 这就是我们分析之后 能得到的一个结果 下滑 什么是下滑 好吧 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一个结果了 是不是 那我们第二步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了 这就是代码实现的步骤 这是我们前面去分析的一个思路 然后怎么去实现的一个思路 那代码怎么写呢 代码的话 对吧 就是发送请求 对于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刚刚所得到的一个 这个吧 这个ID的一个数据包 ID的数据包 就网址 发送请求 每天八点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会休息啊 有时候休息 然后第二步的话 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什么呢 response 前面就说了 这response的话 就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嘛 我们要获得的也是这个 response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第三步 解析数据 提取 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ID 商品ID 爬虫都是那四步嘛 对 爬虫都是这四步啊 都是这几步 那但是这里第四步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要发送两次请求嘛 第一个是获取ID 第二次的话是获取我们的商品数据 所以说我们第四步的话 同样也是一个发送请求 这个的话就是把握我们的一个商品ID 传入商品的一个数据包 预言里面 对吧 就发送一个请求嘛 那第五步一样的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什么呢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第六步的话 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数据信息 对吧 第七步的话 就是保存数据了 保存数据了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保存CSV文件 对吧 CSV的一个表格文件 那第八步的话 最后一步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多页扒取啊 多页扒取 扒取它所有的一个内容 它一共是有多少页啊 你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嘛 它一共是我们的一个九页嘛 那我们把这九页的数据 都给它采集下来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吗 多了一个循环 对 第九步多了一个循环 第九步查看效果 查看结果 查看结果 第九步 是吧 这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过程 和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啊 还真有啊 还真有 这个思路的话 就给大家截个图吧 截个图 各位 来思路都跟上了同学 给老师刷个心花 思路都跟上了同学 给老师刷个心花 接下来我们写代码的话 也就是按照这一个步骤来走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对吧 发送请求 然后我们的一个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这样子一步一步来 好吧 都听懂了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写代码之前的话 来我喝口水 哎呦 喝口水 那么首先来发送请求 我们第一步嘛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导入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导入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导入数据请求模块 导入模块的话 在pass里面 它是用import 加上模块名进行一个导入的 import加上模块名进行导入 然后这个request的话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所以说需要大家去PIP install 加上我们的一个模块名request 进行一个安装 在哪里安装呢 在我们的一个cmd里面 或者pyschar的一个终端里面 终端 里面安装 办张卡 办了张卡 刷了个火箭 感谢这位红白同学 送上了一个火箭 感谢这位同学 但是你这个火箭虽然说没啥用 对吧 但是也是感谢这位同学 好吧 感谢我们这几位同学刷的小鲜花 感谢感谢 同学大气 对吧 同学666 同学没毛病 好吧 已经被你们带到了一个直播的状态了 真直播 真直播 来我们确定一下自己的一个请求 确定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URL地址 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 我们大家听一下 这里有一个小的知识点 希望大家能听一下 我们讲知识点了 我们要请求的这个URL地址 我可以发给你们 我可以发给你们 我发给你们 很多同学可能还在找 我先发给你们 有点长 这个URL地址有点长 这个URL地址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要一下 太长了 我发不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 我发不出来 看到没有 内容超长 发不出来 我很尴尬 对吧 有点尴尬 你们可以去找近期老师要一下 爬过豆瓣还跟得上 OK 那对于我们这么长的一个URL的话 我直接给它粘贴过来 有点不妥 我告诉你 有点不妥 为什么呢 太长了 又臭又长 有句话叫什么呢 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对吧 就像女人的裹脚布 就是那种又臭又长 我们所以呢 复制哪一段呢 复制问号前面这一段 复制问号前面这一段 复制这一段 复制这一段就好了 那后面的怎么办呢 对不对 后面的话 其实都是属于它的一个请求参数 那我们就 对吧 一个给它一个请求的一个参数 用一个data去接收一下 接收一下 把这个参数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就这些嘛 全部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对吧 暂停上去 暂停上来 但是呢 这里又有一个知识点了 对吧 又有一个知识点了 好吧 那种真正的一个URL 怎么获取 同学你是来晚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遍了 对吧 我已经讲过一遍了 好吧 都是通过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分析的 去抓包分析 这里有一个小置识点 等一下的话 可以再给你讲一遍 等科后的话 如果说这个小熊同学还在 可以给你再讲一遍 来 我们全部选中 按住Country加R 输入我们的一个正值表 是括号点心 问 冒号空格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再括号点心 是吧 你看到中间有几个没匹配到 因为它是一个空的 对吧 它是一个空的一个字段 然后的话 我们给它加上引号 $1 空号 对吧 $2 逗号 给它来一个replace 全部替换 给你们发一下吧 又有同学送火箭了 感谢同学送的火箭 全部替换一下 那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也需要 给它加上一下的 给它加上一下吧 严谨一些 虽然说它没东西的话 我感觉可以不用要 感觉可以不用要 不用要的话 我就担心它出问题 所以说还是给它 加一下 这里它多出来空格 还是给它加一下吧 这样子就好了 给它加上引号 然后给它缩近一下 缩近一下 给它收起来吧 这个的话 data就是它的一个 请求参数 直接复制的 直接复制的 全部参数都要复制吗 这个请求参数 你肯定都要复制的 是要复制的 这是这个url里面的 一段内容 这是url里面的 一个内容 有些你这个参数 你不加全的话 它是得不到的 它是得不到东西的 好不好 这个参数的话是要的 请求的一个参数是要的 但请求图的话 就不需要全部讲完了 OK吧 来 那我们就要去发送请求了 用request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用request这个模块 点上我们的一个 get请求方法 这个get的 为什么用get 原因在于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是用的是一个get 我们在headless里面看 它这个地方是用的get的话 我们就也拥有get 如果说它是一个post的话 我们这里就要改成post的一个请求 把我们的一个ul 以及呢 我们这个参数给它传进去 performance等于这个data传进去 那最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response变量 接收一下返回的一个数据 这就是我们发送请求 所写的一个代码 老师好像这 这好像是performance 对啊 这是performance 我们请求 我们get的请求的话 是一个performance 对 但是我为什么这里不用那一个的 原因是因为啊 对吧 我有时候会经常打出这个单词 我有时候会经常打出这个单词 但是问题不大 变量名嘛 自定义的嘛 对 你想定义什么 就定义什么 vscode可以吗 vscode应该不可以做那一个操作 vscode应该不能做一个批量替换 这个操作应该在vscode里面做不了 这是pychart里面的 来我们直接print 打印一下response 来运行一下 这个的话是 打印啊 打印一个数据 打印数据 直接运行一下 903 同学有见过这个状态码吗 你们有见过903这个状态码吗 有没有见过903的一个状态码 不加highless 对吧 有同学 有技术同学就知道 哎老师你不加highless 对吧 是吧 没有吧 我告诉你903的话 它是一个 呃 就是 服务器给的一个特定的一个 状态码 它是它服务器给返回的一个状态码 是它这个网站服务器特 返回的一个特定状态码 其实意思就是 对吧 你请求失败了 就是你请求失败了 就你没有请求成功 对吧 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我们那位妙手人心同学说的 哎 老师你不加highless 对吧 我们 我们爬虫啊 你要知道 爬虫它是什么呢 模拟浏览器啊 爬虫是 模拟浏览器 对于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发送请求 重点在于什么呢 模拟 在于一个模拟 如果说 模拟的话 那怎么模拟呢 那我就要进行一些伪装 那这里的话就要加上一个请求头 诶 伪装python代码 伪装一下 把我们的python代码伪装成一个什么呢 应该这样说 把python代码伪装成浏览器 发送请求 或者说 诶 模拟成浏览器 浏览器 发送请求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加一个headers 用一个headers 网站以为你是真人 诶 对 网站以为你是真人 是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user agent 诶 我们有同学 还是有同学知道啊 是吧 还是有同学知道 ua的话 在哪里找呢 诶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headers里面找啊 在我们这个headers里面找 headers下面的一个什么 requestheaders 对吧 加ua 他来了 他来了 我们老常客了 一位 直接给他加上去 加上引号 把引号加上去 来我们直接再运行一下 还是903 为什么呢 他还是903 那不是说 加 oh headers我没传啊 我给他传一下 对吧 给他传一下 传一传 传一传 对吧 还是903 我传了 我前面没传 他是返回了903 那我传了 他还是903 再加 再加 是的 再加 那我加什么 我来进了 同学有同学知道 我就很开心 是吧 加cookie 有同学说加cookie 来我们加个cookie 是吧 如你所愿 那我们加个cookie 如你所愿 如你所愿 加个cookie 加上引号 运行一下 好像你们所说的cookie 有点不得行啊 全加进去啊 没必要全加进去啊 这里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要全部加了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东西 reform 防盗链 加上一个reform 防盗链 不要加cookie啊 知道reform 什么意思吗 是吧 这个reform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防盗链 就是告诉服务器 我们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是从哪里跳转过来的 一般情况啊 一般我们请求的是一些 动态加载的一个数据包的话 这个就是动态加载的一些数据包啊 一般都是会要加一个防盗链的 大多数情况啊 对于有些网站有一定反罚的话 还是需要加上这个防盗链的 来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200了 对200了 这个的话 是不是就请求成功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reform reform的话是防盗链 那我们的一个user agent的话 它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代理 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 基本身份标识 防盗链是怎么来的 也是在我们这个请求头里面复制的呀 在这个请求头request 里面复制的呀 防盗链 豆瓣就没这个玩意 对啊 豆瓣没啥反啥的 豆瓣只有你爬多了 它会有一个ip ip异常 可以吧 好不好 那这就是200请求成功了 我们就看到了熟悉的一个200 response 200 请求成功 对 请求成功的话 接下来又有一个重点啊 又有一个小问题 那我这里获取的是获取什么数据 获取了什么数据 这也是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 点上一个什么呢 Jason Text Content ID啊 获取ID 哦 是获取ID数据啊 是获取这个pid 对吧 没毛病 是获取这个pid 但是我所说的是那一个 获取响应体的一个什么数据 我所说的是获取响应体的什么数据 好吧 Jason 对吧 Tax 有说Tax 有说Jason的 有说Tax 有说Jason的 那Jason和Tax有什么区别吗 报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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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能用Jason 这里不能用Jason 对吧 不能用Jason 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看的不是像一个Jason数据吗 那为什么我用Jason 会报错呢 原因在于这个地方 原因在于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callback 原因经常我们说的这个callback 我们用.tax是可以获取到的 用.tax是能得到的 但是的话 我硬是要它的一个接生数据 我就是想要它的一个接生数据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你们以后啊 如果说你们大家以后 遇到的一个请求网站 你请求这个网址 你看到里面有个callback 对吧 你基本上可以把这个callback给它删掉了 基本上可以删掉 对吧 百分之九十 一十个网站 有九个网站可以这么做 给它删了 删了之后的话 再获取它的一个接生数据 它就不会报错了 它就不会报错了 对吧 它就不会报错了 不需要用正则啊 用节省的话会好取一些 会好取一些 why no why no why 因为我们这一个参数啊 因为我们请求参数 多了这个玩意嘛 我们请求参数 带了这个东西 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 它就多带了一个这个 多返回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请求参数里面的callback的参数 给它删掉 它返回的数据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这个好用啊 对啊 很好用啊 很好用 你说为什么的话 那你只能说 它一个拨开回掉嘛 是吧 因为你参数 请求的参数里面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它给你返回的有一个这个玩意 你把它删掉 不带的话它就没了 好吧 OK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要取什么呢 取里面的一个 product这个数据 这里面的话 我想教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 但这个方法的话 你们不一定能掌握 列表推导师会吗 列表推导师 会不会 不会 不会 会 不会 不会是吧 那我来个基本的吧 好吧 那我就从头给你们讲一遍 然后最后再给你们演示一下 什么叫列表推导师 这个的话 给你们解释一下 获取响应题的一个阶层数据 我们前面的注释还是要打印一下 阶层数据 阶层字典数据 那字典数据的一个取值 这个总会了吧 对吧 字典数据取值 我总会了吧 那我要里面的什么呢 我是不是要里面的这一个 PID啊 列表字典取值也不会嘛 这就尴尬了 就相当于什么呢 剥洋葱啊 我就不说脱衣服了 对吧 我们四位老师说脱衣服 那我就说剥洋葱 字典取值的话 就是根据它冒号左边的这个内容 提取冒号右边的 提取冒号右边的 就根据这个data 我取这个data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 就是这个展开的一个数据 返回的就是展开的数据 字典取值 根据冒号左边的一个内容 提取冒号右边的内容 那我要取里面的一个product 对吧 取这个玩意 那我首先是不是要取这个data 首先我要取的是 就是这个data 因为取了data之后的话 它给我返回的 就是这个展开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取里面的这个product 再取里面的一个product 对吧 来 直接运行一下 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 得到的是一个列表 返回的是个列表 列表里面的元素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可以用基层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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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都很多种的 那我们把这个product 给它接收一下吧 给它接收一下 然后呢 用一个for便利循环 index in我们的一个什么 product 给它便利出来 给它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想要这个pid pid就是等于什么index 取什么 根据冒号左边的内容 提取右边嘛 那就直接取这个pid嘛 对不对 那我给它打印一下 好吧 给它打印出来 是不是 这样子的话 就获取到了我们的一个商品id 那如果说 我想把这些id 传入到一个列表里面的话 那是不是得一个ls 给它创建一个空列表 空列表 然后呢 给它添加进去 ls 点上我们的一个append pid 往 往我们的一个列表里面 列表里面 添加元素 好吧 往列表里面添加元素 那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干嘛呢 printer 打印一下这个ls 为什么要添加到一个列表里面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行一个切片 是不是 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有跟大家说过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切片 所以说我们存到一个列表里面 会好切一些 好切一些 就直接切片会好一些 好吧 这是按照常规的 常规的话 是这几行代码 这是常规的操作 接下来的话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什么叫列表推导师 什么叫做列表推导师 那我们这里用个pidlist 接手一下数据 列表推导师的话 就相当于 把这几行代码 给它写成一行 把这几行代码写成一行 怎么写呢 用一个列表 对吧 这是一个列表吗 然后我们就是for我们的一个index 因什么呢 因我们这一段内容 因我们这一段内容 然后呢 这个index 取哪一个 取我们的一个pid 得到的一个结果 是一样的 得到一个结果是一样的 pidlist 这两个 得到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 像我们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列表推导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列表推导师 就相当于这几行代码 这几行代码 我们就用一行代码 给它代替了 你会发现是一样的嘛 我们前面先把这个取出来 对不对 那就是对应的这里 然后呢 是不是 我们这里是不是进行一个便利 便利的话 就是对应的这里 对吧 便利的话就是对应的这里 然后呢 这个取值的话 就放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列表推导师 这个 只是它原本三四行代码 我就用一行代码写完了 好不好 这个就是列表推导师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给它取消一下 取消注释了 那我们获得了 获得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切片了 切片的话 我相信各位同学 应该是不陌生的 不陌生的 这里的话也是 这是我经常喜欢提问大家的 怎么去签 我要分为三组 分为三组 前五十个为一组 前五十 中间五十 对吧 最后二十个 我怎么签 那如果说我想要前五十个的话 怎么去取 我们用一个STR string 一 PID list 怎么签 就一个同学知道 就一个同学知道 那这么尴尬吗 那那那 你一个同学知道 那就这样子吧 好 打切 就这么切的 就这么切的 像我们这儿 云飞出 同学 很棒 很棒 还没学到切片 这有点尴尬 你没学到切片 就这么切的 我们要前五十个的话 就这么去切 那我中间五十个呢 史均二 中间五十个 那我是不是就从五十到什么呢 到一百呀 五十到一百啊 那最后的话 那就是干嘛呢 一百到最后嘛 一百到最后嘛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切片啊 这里的话是史均三 这里是史均三 我们切出来是不够的 我们切出来的话 它还是一个 对 起始结束不长 如果说我这里不写的话 像我们这个同学 小熊同学说得很棒 很棒很棒 大家还是有技术了 起始 不写起始的话 默认是零 不写起始 默认是零 对吧 不写不长 默认是一 对吧 不写不长 默认是一 然后不写结束 默认最后一个 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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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臂右开 对 小熊同学 左臂右开 就是顾头不顾尾 顾头不顾尾 相当于 大家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不错 不错 但是我们这里完全不够啊 我们这里还没写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输出出来的一个东西啊 它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切片之后的话 它还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这里需要做的一个操作就是 什么 什么操作 列表转字符串 因为我们传到的这个URL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传进去的一个格式 它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 同学们 我们跟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列表转成字符串啊 把我们的一个列表转成字符串 这里的话就需要用 那就不是Split了 那就不是Split了 Split是字符串分割啊 这位同学 列表转字符串的话是Join Join Split也不是啊 同学这里学的有点出差子了啊 你们 对吧 给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所说的一个Split 是字符串分割的一个方法 是去谱的话 是去除字符串 左右两端空格的一个方法 用join 对 用join 用我们这个join 那我们这里给它写下join 这里要加个逗号 一定要加逗号 因为这里的话是逗号隔开的 看到没有 这里是逗号隔开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加逗号 点上我们这个join 把我们这个给它传进去 这样子才是对的 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 给你们运行看一下 好吧 点上我们的一个join 对不对 那我直接复制过来 快速复制一下 把里面的改了 这给它删了 这样子才是我们的一个正确的操作 才是正确的操作 起飞 用一个字符或字符串合并字符串 合并字符串 多个字符合并为一个新的主材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你这个官方的话 可能说有些同学不知道 就是join的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用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 用我们的一个逗号 用这个逗号 把列表里面 所有的一个元素 对吧 合并起来 这样子去理解 会稍微简单一点 就用这个逗号 把列表里面的元素给它合并起来 就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元素 这是一个元素 然后中间用一个逗号 给它合起来 插进去 对 你这个还是有点官方 因为有时候太熟的话 太官方的话 有些同学听不懂了 听不懂 所以说我们要亚熟共赏 要熟一点 有时候要熟一点 好不好 那我们这里就有了 这就是我们前三步 前三步 都听懂了 来 前三步内容 都听懂的同学 思路跟上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刷个鲜花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什么 我们的一个 第四步了 把我们这个URL 把我们这个商品ID 传入到这个URL里面 那这个传的话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会好写一些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get我们这个SHIP info 对吧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给它传入一个SHIPID 就是我们的一个商品ID 因为我们要传三次的话 就相对于会好写一些 获取什么呢 获取我们的一个商品数据 因为我们定义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三个ID 都把这三个都给它传进去 这样子写的话 对于我们后面爬的话 会稍微方便一些 稍微方便一点 那么直接来了 直接写了 那么这个Headers的话 我们就先放前面吧 好区分一下 让你们大家好区分一些 其实都可以写成函数的 都写函数的话 怕大家听不懂 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个ID 传入到哪里面 我们要的一个URL地址 在这里边吗 那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也挺多的 它也挺多的吧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 只要问号前面这一段内容 只要问号前面这一段内容 给它一个商品的一个URL 接受一下 然后后面这一段的话 我们同样的用一个Data 用一个Data 一个请求参数 给它加上去 那我们再复制一下 把这里面都复制一下 复制过来 又来 全部选中 对吧 然后全部替换 全部替换 然后给它缩进一下就好了 给它集体缩进一下 对吧 缩进之后呢 我们需要替换的 就是这个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我给它 这个参数的话 我是不是传入了一个ID啊 就把这个 ShopID给它传进去 验证嘛 可以反爬吗 防爬吗 可以啊 但是我也可以干嘛呢 识别验证嘛 自动识别验证嘛 那就爬不了了 它就防不到我了 拍下这个T1真的好用 对是真的好用 这个T1 不会用 应该怎么用 Country加R 批量替换的话 批量替换 选中要替换的一个内容 按住一个什么 Country键加R键 输入 我们那个正则命令 正则表达事啊 正则表达事 正则表达事 就这个 输入这个命令就好了 OK嘛 传进去了 传进去的话 我们还是同样的 用request 点上我们的get 发送一个请求 URL就等于我们这个shopURL 然后呢 我们这个performance 等于这个data 这里都是一样的 Helice等于Helice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同样用一个response 一个变量 给它接收一下 那我们print 打印一下response 点上一个什么 Jason 这里的话也是 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里就加快了 这没问题吧 然后它里面的话 有个callback 也同样给它删掉 这里面也有个callback 我们同样也给它删掉 就好了 删掉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调用一下 这个函数 定义了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在下面 进行一个调用 把食品1 给它传进去 来直接运行一下 这里就得到了 我们想要的 一个商品数据了 得到我们商品数据了 看的不是那么舒服 不那么舒服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用一个p-print 导入一个什么 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 import p-print 格式化输出的 p-print 点上我们的一个p-print response 点上我们的一个Jason 直接运行 老师为什么不直接全部提取 而分为三个步骤直接提 因为它是这样子分开的呀 因为它是分开的呀 它是分了三个URL 那如果说我全放进去 我没有试过 我没有试过 这同学突然问到了 这同学突然问到我了 我试一下吧 也有人说 老师你能不能直接 全部给他 对吧 全部给他提取出来 能不能行 说实话 我没有试过 因为我看到它是分为了三个ID 分开了嘛 就分为了三个URL 他能不能全部 对吧 全部的话我也不知道 我来试一下 我之前没试过 那我们试一下吧 不行啊 事实证明确实它不行 对吧 那胡志威同学 能理解了吗 事实证明是不行的 你没办法全部 一次提取出来 它还是分断了的 它每一个都是分开的 你没办法直接去弄 直接获取全部的 好吧 可以可以 所以说我之前也没试过 你突然想说到这个 因为我看到是 分为三个的话 我就没有去试了 超过50了 对已经超过了 你可以看一下嘛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反过了一个信息 对吧 超过最大的50 我们同学 还有同学知道的 超过了最大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超过 所以说还是按照 严格按照它这个来吧 来我们运行一下 这是我们得到之后的 一个数据了 得到之后数据了 商品数据也有了 对啊 Prodak 我们产品 这个是产品的意思吧 对啊 是产品的意思 这产品的话 那我要又要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的 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那先取什么 那我们用个Prodak 给它接受一下 Prodak 给它接受一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Response 点上一个Json 取里面的哪一个 先取这个Data吧 取了Data之后 它返回的就是这边的内容 然后再取什么 再取这个Product 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forbinate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这用个I吧 给它区分一下 Product Prodak 点上我们这个Prodak 然后Break一下 就打印一个就好了 不用打印太多 就打印一个就好了 方便我们等一下 去取数据 这就是我们一个的 产品数据内容 刚刚的话 有点节奏有点快 刚刚这一段 节奏有点快 有没有不懂的同学 来听懂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1 或者刷个鲜花 来不懂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 哪一行代码不清楚 因为这一块 为什么会加快的原因 是因为 跟我们前面 所讲的东西 是一样的 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给它 加快速度了 我顺便喝个水 你们抠的时候 我顺便喝个水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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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没问题了 我们就接着来了 接着来 我是不是要里面的 一些数据内容 要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 给它保存到 一个字典里面 用CSV模块的话 我们保存到 一个字典里面 会方便我们 去提取数据 水真香 对啊 我喝的是茶 喝的是茶 不是水 放在这个字典里面 创建一个字典 创建一个字典 把相应的一个数据 把数据内容 传入字典 那怎么去决 那首先的话 我们标题吧 标题 标题是哪一个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I取哪一个 取这个Title I取Title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标题了呀 老师用的翻译插件是啥 就是排架里面 带的那个翻译插件啊 在插件里面 是可以去安装的 你也可以去找 我们的一个 近期老师 不是木子老师 对吧 找近期老师去要一下 Translation的 标题 对吧 标题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的话我们还有 他的一个品牌 品牌名 品牌名 品牌是哪个牌子的 那取I取哪个呢 取这个 这个什么 Shotname 对吧 Shotname 这是他的一个品牌名字 还有哪些呢 价格吧 价格我需要的吧 价格在哪里 在这里吧 价格 应该是有一个是原价 原价的话 是先取这个Piece 取了Piece之后 它返回来还是个列表 那原价的话 就是这个 Mark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原价 那还当然 有原价的话 就有我们的一个售价 先来折扣吧 因为有折扣的话 才有我们的一个 那我就改这个就好了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售价 是吧 这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干嘛呢 复制粘贴就完事了 这是售价 简单 VS Code 你选语言为中文 然后它会提示你安装 不清楚 VS Code 我没用 没有用VS Code 我都是用了拍照 这些是我们想象的 然后呢 你还要什么 这些装感啊 对不对 这什么色系啊 装感这些 如果说大家要的话 也可以给它取出来 这个取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呢 就相当于一个属性嘛 Shop 对吧 我们商品的一个属性 对 ATTRS的话 就是属性的一个意思 属性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用这个 给它接受一下 这里的话 再给大家用一次 我们的一个列表出来 是 那我们的for什么呢 forI forJ吧 这里就变J了吧 换一个编辑名 forJ 因我们的一个什么 因我们这个I 取它的一个 取它的一个 ATTRS 取出来 因为它返回的是个列表嘛 所以说我们这里 给它便利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分开取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是它的一个名字 对 J J取哪一个 J取它的一个 Name 就是它的一个色系嘛 这是它的一个色系 对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冒号 再加上我们那个 J取我们的一个 Venue Venue 对吧 它返回的话 就是一个 一个是色系 一个是 色系就是相当于什么 这个返回的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相当于一个色系 对应的是什么 红调 对应的是红调 然后的话 里面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这里面是属于一个 一个吧 这样子的 是这么个样子的 然后装感 对吧 装感 然后冒号 然后我们的一个水润 它应该返回的一个效果 是这么个样子的 是这么一个样子的一个效果 可以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给你们打印看一看 Printer 以及我们Printer 打印下这个列表 字典 给你们看一下 对不对 它返回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返回就是这么个样子的 返回的就是这个列表 这是我们这一个列表 列表腿老师 所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应该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对吧 我问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 感觉我自己都有点心虚 我感觉很多同学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的 我脱个衣服 有点弱了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 不懂的地方的话 你都可以问一下 别沉默 对吧 沉默不是惊 尽可能的话 给大家解决一些你们不懂的问题 然后呢 把这里面的话 好的 好的 算了 然后的话 我们也把这里给干嘛 给它 给它合并成我们的一个 列表吧 把合并成我们的一个字符串吧 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list 中间的话 我们也用一个逗号给它隔开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加一个属性 是吧 属性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 就这个 在我们运行之后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属性 给它添加进去 给它添加进去 就我们商品的一个属性嘛 666 脱衣服 直接 有点热了 有点热了 给大家讲热了 讲出汗了 所以说要脱一下衣服 有点热了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要什么 我们还要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这几个的话 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 也可以 这个是一些logo 一些logo图片 对吧 像我们产品的一个logo的话 就这个 这是产品品牌的一个logo 这个MAC的一个logo 还有一个是封面图 封面图的话 好像是这个吧 这个是封面图 商品的一个封面图 如果说你们爬丝袜的话 需要封面图 也可以对这个URL 进行一个采集 当然我们爬的是口红 就没必要爬图片了 就没必要爬图片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 详情页 商品的一个详情页 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商品详情页的话 怎么去看呢 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它的商品详情页的一个URL 长什么样子 这是它的一个 详情页的一个URL 那我们在随便再点一个吧 我点第一个吧 点第一个 是吧 它是不是有两个参数啊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两个参数的话 我是不是要给它取出来 一个是这个ID 还有一个是哪个ID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ID 这两个ID我就要给它取出来 一个是商品ID啊 这个是商品ID 也要给它取出来 这样子才能变成我们的一个 详情页的一个地址 给它拼借一下 HRF 等于哪个呢 等于我们这个 用一个字符串格 刷了一个方法 把里面的东西给它替换掉 index取什么 取我们的一个 这个 这个ID是我们前面的那一块 哦 这是I哦 这就不是index了 这是I 那这个也是I I取什么 取我们这个product ID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详情页的一个URL地址 这就是我们 商品数据了 给你们打印一下 我暂停一下吧 给你们打印看一下 我们所获取的 第一页前50个商品数据 这是我们第一页前50个 商品数据的一个信息 标题 品牌 原价 折扣 它的一个售价是多少 它的一个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它的一个详情页的 一个URL地址是如何 都有了 相应的数据 我们就给它都取出来了 只差最后一步 保存数据了 只差最后一步 PSXIV 这个P站好像 这个就是P站啊 测试好像是4个P站啊 但是那个画 画原画的一个P站 画X画的一个P站 爬丝挖为什么要图片 对吧 爬丝挖为什么要图片 爬丝挖看腿啊 所以说要图片啊 你爬口红看图片 只能看个嘴 看嘴不如看腿 对吧 嘴嘴有什么好看的 要看腿腿 OK吧 这就是我们解析得到的一个数据哦 好吧 有问题吗 你录音吗 你录音 录音怎么了吗 导入我们那个CSV模块 好有道理 是好有道理 import我们那个CSV 嘴嘴 嘴嘴和腿腿 蝶齿咋了吗 不觉得蝶齿很可爱吗 对吧 不觉得蝶齿很卡哇伊吗 卡哇伊是内对吧 来我们保存一下数据啊 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用CSV模块 或者说你用Pandas也可以啊 用Pandas也可以 用CSV也可以 我们自己先给大家 教一种方式吧 用CSV吧 可爱加 画风突变 突然变得嘎嘎嘎气的 突然之间 有一点粉红色 有一股粉红色 飘在了直播间 BBB也是碟子 对 也是碟子 哈哈 BBB 很对啊 很对啊 很对 很对 先打开一个文件 model 保存方式 用A 然后呢 encoding啊 encoding的一个编码 UTF-8 是吧 然后再给它一个牛奶 牛奶 这是我们 创建一个文件啊 创建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文件夹 一个CSV文件 CSV文件 然后呢 调用啊 调用我们的一个CSV里面的一个方法 方法 就是CSV点上我们的一个DictWriter 把我们什么 把我们这个F文件 以及它的一个Fieldness 给它传进去 这个Field 对吧 Ness的话 它是自证明 就是我们代码的第一行 代码的一个 就是我们表格的第一行 是用的这个 对吧 继续 很期待 很期待 好的 BBBB 赶紧继续 对吧 BBLineLine也是碟子 BBLineLine也是碟子 然后这个Fieldness的话 主要加的是什么呢 加的是我们前面这个标题啊 我也给它替换掉 给它替换掉 这里的话不是这么写的 冒号 空格 空号 点心 对吧 后面的内容全部给它 替换成一个逗号就行了 因为它是一个列表嘛 因为它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后面的东西不要了 直接给它替换成一个逗号就行了 这个就是一个列表啊 你别 有些同学 你别看到我这里展开了 是这样子写的 它就 你就不认识了 它其实是一个列表啊 别不认识 Retro 对啊 就是Retro 对啊 我用的也是Retro Ret Ret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写个Rethanders 给它写出表头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个Retro 点上Retro 把我们的字顶给它传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爬去第一页 第一页的话 它一共有两个嘛 我就给它都爬了 然后我们那个3 算了 来直接运行 直接第一页就爬完了 快不快 快吧 这第一页数据就爬完了 就一下子就爬完了 来我们看一下结果 看下结果 真的就是一两秒钟 一两秒钟的事情 品牌 对吧 原价折扣 售价 属性 详情业 都有了 都有了 OK吧 好快 好快 老师好快 再快也没有 四月老师快 我们四月老师才是我们清真小快男 对吧 四月老师才是我们清真小快男 自由老师其实很持久的 看到没有 给大家讲这么久的课程 对吧 都不带喘戏的 是不是 还是挺持久的 挺持久的一个男人 别说老师快 老师不快 不带喘戏的